我覺得在那名公公他往生的時候呢 我覺得每一個人上下的 我們征佛中的弟子們 上上下下 面對他的時候 我們把他當成自己的父親一樣 我當時的心境也是如此 我相信我們的同盟也是如此 而且我覺得 在我們征佛中這個大家庭 不管是我們家裡面發生任何事情 只要歸於征佛中的弟子 如果你在有需要 這群愛的天使 需要用這種方法 為你歸懷跟住院的時候 我覺得在全世界各個角落 都有這樣的人出現 像我阿嬤在往生的時候 也是一樣 也有在法州堂聯誼上司 還有法州堂很多十幾位同盟 在第一個時間之間就馬上趕到 那我就覺得說這種感覺讓我覺得 這是很溫馨的 而且我覺得這種感覺要延續下去 因此呢 我們只要有任何的同盟家裡 有需要這樣的臨終關懷 需要我們去幫助他的時候 我們都意不得我們只會把工作放下來去祝念 那那時候公公往生的時候 我們大家好像在辦派對的感覺 去為他祝福 去跟爸爸講 爸爸要加油 要往前衝 跟師兄一起去 但我們到最後到凌晨三點 回到家下班 那時候交班 零三點了 我們大家就手牽手一起坐計程車 那時候感覺覺得是很happy的 而且公公好像感覺他很開心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感覺 覺得說 這是做不僅是做善事 而且我們是覺得說 這是應該要做的 而且每個人都要去做 勇敢去做這樣子 但是我們現在重點是叫往生 那是往哪裡生啊 所以死亡就是一種新的生 這一點概念上不同在這邊 所以他有知道他往好的地方生的時候 他已經是得到加持得到成就 那麼這種心情當然就不夠 當然就是高次啦 他就一直哀傷說 怎麼會不在怎麼會不在 他如果說房子不行 像人身體有病 那是難免你為了生活在奔波啦 吃五穀雜糧啦 然後身體不行啦 等於說你一個房子 那個梁柱不好的時候 你當然換過一間嘛 那就往生 那我們生活中就是有一個重點 依照根本上是他本身的大家實力 他的大威神力 你得到他的加持 得到根本上的加持 你就可以得到往生 可以得到成就 還有一個 就是剛剛那個師傑他所談到的事情 就是中國中他本身有很多的團體 在全世界都有 在我們台灣呢 就有這種臨終關懷這種組織 在這個中國中國中國秘教總會 本身就有這種組織 像我們中方南園啊 法洲堂有整百人 都是隨時等你來call in來協助 因為在那個時間 人家是最不知所措 心理上最茫朗的時候 所以我們這種工作呢 是義務性的 積極性的 必然性的在做 對啊 像那個我們整個流程對不對 有同門這樣子 黃金八小時都沒有斷過喔 然後還有人剛好駐教對不對 剛好在修護膜 也同時幫我回向 修完護膜又直接到我家來幫我祝念 然後呢 之後我們的功績火化對不對 整個的流程也是按照真佛祕法的遺軌 之後我們就直接火化的骨灰呢 就是運到台灣雷杖寺就進塔位 所以整個過程就是這樣子 感謝耶 如果沒有這些相師法師 沒有台灣雷杖寺這些法師的協助的話 今天這樣子的過程 我覺得是不會在你的預想範圍之內的 你真的一天到晚在喊啊叫啊宣傳這件事情 怎麼到你身上來的時候 好像完全都是靠周圍的這些善緣來協助的 真的我覺得在這個部分呢 很感謝啊 很感謝根本上師 如果不是根本上師的加持的話 我覺得不會如此的神奇 像我們所有來公祭的 所有來參加我們公祭的 我們都是送他這樣好幾套 就是想要讓這些人能夠去稍微有一些接觸 我們就這樣結善緣 可是有些家人就會覺得說 啊你做這些幹什麼 啊生錢都讓他怎樣怎樣享受 都讓他快樂啊 多讓他什麼 那你死後再做這些有什麼用 他也看不到啦 喔我們還有送地藏像喔 每一個人來的話 我們還送一個地藏王菩薩的佛像送給大家 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們花這些錢幹什麼啊 啊與其花這些錢你拿去做別的啊 你生錢你讓他住好房子 你孝順他啊 你讓他每天快快樂樂不要生病啊 他們用這樣子的理論耶 其實不論生前然後往生後呢 所有的一切的功德都是有效的 即使他往生 他不管在什麼境界 他有沒有在出生 或者還在中英生 他都可以得到你所做的一切的功德 確定有喔 一定有的 有耶 所以這個絕對是因為現在我們肉體的障礙看不到 但是佛經上面確確實實講 註印這些善書 在他這個中英49天 49天之內努力的幫他做 那麼都是對他絕對有幫助的 先撇開別的往事不要談 就是說在這49天的部分呢 這樣子的善功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像剛剛李孟彥師姐講的 我覺得好像 大家都是有這樣子 還是多多少少有姻緣啦 像他阿嬤對不對 也是我們這麼多的大義工啊 所以才能夠有這麼樣殊勝的這樣子的 也是善裝對不對 也是有色力花 他就要比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真的剛剛連以上是講了 要有這樣子的生前教育 像小孩子這麼小就要開始建立了 而且不是只有小孩子 大人也要 有時候還有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是什麼呢 有個小孩子不是他 那個小孩子他忽然肝什麼 患肝去世 家人沒有辦法接受 在內剎那之間也是 勒志少子他們怎麼去給他做臨終關懷 所以這些整個生死的部分 真的是很多的話題可以討論 好